一桌菜肴大口大口吃 吃进度的就是高热量 年后两体重变成不愿面对的真相 年节最常吃到的年糕蛋糕类 这些加工食品最好浅尝几口就好 还有餐桌上的酱料 像是沙茶酱 辣椒油 蘸一点点有味道就好 而且要吃原型食物才是聪明选择 我能够吃五股饭就吃五股饭 不要去吃年糕 我可以吃白米的话就不要去吃萝卜糕 还有每一餐的蛋白质食物 像是豆制品的话大概以一个掌心为主 喝汤的话一些勾芡成分比较高的 就大概分量在半碗以内 进食顺序也很关键 先是青菜再吃蛋白质食物 然后是原型淀粉类最后喝汤 而且每天要吃拳头大的水果和蔬菜各三份 低热量又高维生素 最重要提醒大家是吃饱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来 起来走路10到20分钟 可以不要让我们的血糖增加那么的高 降低饭后血糖帮助体重的控制 营养师也表示 餐与餐之间多摄取无糖的水分或茶饮 可以增加饱足感 只要吃对食物吃对方法 过年期间就能睡饱吃好享受美食不发胖 大家新闻杨爱婷 刘洪志 邓明仪 华联报导